我是娱乐圈内有名的恋爱脑 为了男人自毁虔诚 手撕人设 可我刚死 灵魂就看见男友和绿茶闺蜜 纠缠着进了我的卧室 重生后 我将渣男送去采缝刃机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难道就得一辈子待在地狱吗 看他卑微地跪在脚下 我笑得十分畅快 那当然 娃娃 WiFi提醒 好看的全文又来咯 报复报美的宝子们 能不能借用你们的金手指 戳个小赞赞呢 感谢支持 下面正文开始 我化作一缕魂魄 伏在卧室半空 看着这幅活成功 切耳听见 他们对我的不屑和算计 你什么时候离开他 不会真爱上他了吧 你可别忘了 从一开始 林雪他就只是你游戏输掉后的赌约 苏恒点起一根烟 落下的灰落在纯白的床单上 你想多了 白蓝躺在他臂弯里 表情是我从内见过的 尖酸刻薄 也对 他现在精神越来越不好的原因 不就是你吗 那一句话让我直嘴冰叫 是你亲手把这抑郁的药没碎了 吓在他饮水机里的 我目自尽烈 但魂魄只是魂魄 巴掌麾下 却挠不到人身上 或许是因为怨念太重 眼前的世界变得扭曲 血运过后睁开眼 我竟回到了半年前 那是我组的饭局 也是我第一次将男友苏恒 介绍给我圈内唯一的好友白蓝 他说谈恋爱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把亲爱人介绍给朋友 让他真正融入自己的生活 所以 即便当时我深度设恐 还是主动组了局 苏恒的好友都是rapper 他们行为举止 乖张奔放 要我喝六的拼着酒 我不是应这种热情开放的场合 但白蓝如鱼得水 三杯两盏下来 他已经和苏恒 以及他的朋友们 勾肩搭背摇起耳朵来 苏恒知道我不自在 一直陪我坐在角落里 我喜欢吃葡萄 他就一颗一颗帮我包 白蓝完热了 脱了外套 软绵绵地靠在我身上 羞身的内搭 勾勒出他性感的曲线 真羡慕你啊小雪 什么时候我也能找到一个 像恒哥这么好的男朋友 苏恒此刻正坐在我身边 一双修长的手 帮我包着葡萄皮 台面上 我的好友和男友 因我和睦共处 但从落地窗的反射中 我看到白蓝脱下高跟鞋 用套着黑色丝袜的玉脚 蹭着苏恒的腿 隔壁剧组的男主 最近不是在追你吗 还有X娱乐的孙少爷 我调动了面部神经 关心我的好闺蜜 他们我可看不上 白蓝笑得妩媚 恒哥这边有什么好男人 可别忘了介绍给我 苏恒只是抬了抬眼皮 意味不明的哼了一声 上一世我还怕他们相处不好 积极的帮白蓝物色好男人 还在苏恒面前 说尽白蓝的好话 现在想来 那时他们看我 可能就跟看小丑一样 我咽下从胃里犯上来的恶心 对着白蓝笑音音的指出 那前两天 XX还特意请你 去看他的演唱会 他现在可是顶流爱豆 这么大胆的追求你 足以见得有多喜欢 你不是当天还去了后台 听说他的队友 都开始叫你嫂子了 我抖出听来的八卦 愉悦地捕捉到 白蓝慌忙屁向苏恒的眼神 反正都在养鱼 谁又能比谁高贵 过去是我被爱蒙蔽了双眼 现如今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才是我林雪会做的事 老天爷赏饭吃 这是我从小听到大的话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被大导演挖作童心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而我一部戏 就能拿到父母几年 才能挣到的钱 他们在尝到甜头后 便一直给我接戏 我们家小雪真能干 一人养活全家 就这样 我从以前的赔钱货 变成了贴心小棉袄 为了家人生活得更好 我一步接一步地拍戏 不过十年一个戏路 上学也只是走个行事 我没有多少好友 生活就像一池死水 连风都不会带起一丝连衣 被囚禁在池底的生物 见不到太阳 行尸走肉般活着 直到我遇见了苏恒 那是一次慈善晚宴的 After Party 那时 他还只是个没有名气的rapper 靠四处跑热场活动赚钱 虽然没人为他而来 但他强烈的表演风格 原来真有人如此热烈地活着 他们一行人被带上来敬酒 苏恒散漫地晃了一圈 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边 穿粉色公主裙来喝酒 你还挺特别 他裸露的手臂上画着纹身 是一条盘旋而上的蛇 没 我喝的果汁 我橘促地捧着手里的玻璃杯 苏恒轻笑了一声 狐狸眼眯起 那多没意思 是一下酒吗 乖乖女 他的耳钉很漂亮 反射着五尺五颜六色的光 我摸了摸自己空空的耳垂 下意识地偷偷瞧了一眼 正在另一个角落里应酬的经纪人 像被蛊惑了一样 揪着他的手快速喝了一口 好呛 辣得喉咙难受 苏恒看着我连咳嗽 都拼命克制的样子 扬起嘴角 有意思 老话常说 人容易被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吸引 我在苏恒的带领下 完成了很多人生第一次 第一次逃跑 第一次抽烟 第一次打耳洞 第一次骂脏话 第一次纹身 有一天他来剧组找我 骑着声音大到能轰动整场的摩托 众目睽睽下 带我逃离那窒息的工作环境 我紧紧抱着他的腰 疾风像刀子一样划过我的脸 我眯着眼睛 看着周遭迅速后退 把那些假笑和委屈求全 统统抛到脑后 沉寂的心开始鲜活跳动 我迅速地不听劝递 无可救药地坠入了爱河 消息不进而走 微博词条爆了 我的微信里突然收到大量的关心问候 甚至一直远在夏威夷度假 连我生日都不曾出现的父母 竟然直接坐飞机回来 他们见到我后 第一个表情就是皱眉 爸爸眼里满是失望 妈妈甚至愤恨地 在我胳膊上拧了好几把 你为什么不乖一点 最后是我的经纪人徐心姐 拉开了他们 虽然没有代表作 但作为一项称职的花瓶 我在同代小花中 拥有着一期绝尘的国民度 当国民妹妹和地下 rapper恋爱的新闻 还在热搜顶上挂着时 我跟着苏恒躲进了他的地下室 他带我像对一个精致娃娃 不用我动手做任何事情 他说我是他的妞丝 给了他人人不断的灵感 我觉得他是上天给我的礼物 从他那里汲取了无限的爱 为了能让他有更好的创作环境 我主动提出让他搬进我的公寓 冰冷的房子终于有了温度 我们像得了肌肤渴望症 在各个角落留下爱的记忆 就算有人恨我 骂我又有何妨 我终于不再是个赚钱工具 或者一个包装到头发丝的洋娃娃 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我帮他引了刘 他靠自己的作品吸住了粉 被他肆意的风格和才华吸引住的人有很多 不止我一个 Rap有种魔力 台上的人吐槽着社会 讽刺着人性 他像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 开了口就收不住 压力越大 越需要宣泄口 狂放暴躁的舞台下 粉丝越来越多 我被无数次拍到了 和他一起进出酒吧 在大众眼里 我已经从清纯可爱的水蜜桃妹妹 堕落成离经叛道的不良少女 我的商业价值一落千丈 但我并不为此难过 毕竟我早已不缺钱 我攀附于他的爱活着 但苏恒不是 新鲜感过去 我对他的依赖 从满足男人的虚荣心 变成了甩不掉的狗皮膏药 我越来越爱胡思乱想 苏恒的每一句话 每个动作都会被我反复琢磨 靠爱活着的人 对于养分攻击自然十分敏感 就像阳光之于花朵 水分之于树苗 他对我的态度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变得敷衍平淡 外界对我的议论越来越糟糕 我便很少出门 不想去分辨那些真真假假的话语和眼神 只窝在家里 看着窗子旷出来四方的天 阿恒 我好像病了 能带我去看医生呢 苏恒正准备出门 文言只是弯下腰 吻了吻我的额头 乖 你只是太累了 好好休息几天 晚上我早点回家陪你 多喝热水 可我越休息越没精神 手机叮咚一声 我在娱乐圈唯一的好友白兰 给我推了一条微博 是他和苏恒一同参加综艺后 网友自发剪辑的糖点cut 小雪你别多想 恒哥只是看在你我是朋友的份上 才特意照顾我的 还记得就在昨天 我小心翼翼的试探他对白兰什么看法 既害怕是自己疑神疑鬼 又担心那些不安的真相 让自己无法承受 我和白兰是因为你才熟悉的 不是吗 两人的话术竟然都是相似的 我点开评论区 有不少人大呼嗑到了 希望苏恒和我分手 但被跟铁最多的评论 是一句林雪究竟做了什么 最大恶极的事 让你们这么恨他 结果他被网友追着骂了好多条 从各个角度问候了他全家 现如今在网上 骂我似乎已经变成了立场正确的事 我好差劲 居然还连累了一个 和我素不相识的人 活着有什么意义 我给苏恒打电话 唾切的想听到他的声音 他挂了 几分钟后我收到了他的微信 什么事 你什么时候回家 现在已经晚上11点 苏恒在早上出门时 林林答应过会早点回来 他没回复 我转出界面刷新了一下朋友圈 白蓝刚发了一条 庆功宴 谢谢某人横穿衣做成 亲自送来玫瑰花 配图角落里露出了一个男人的领带 是我今天早上 为苏恒系上的那条 因为这条领带 是我们100天纪念日时 我送给他的礼物 苏恒终于回了消息 有工作 晚点回去 你好好休息 我不知道在浴缸里躺了多久 水已经没了热度 但我却感受不到冷 好像从很久之前 我的感知能力就开始下降 想从水里起身时 我碰倒了一旁的玻璃杯 玻璃碎了一地 鬼使神差的 我拿起一块锋利的碎片 失血过多而死 是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 但当我的魂拓 看到苏恒和白蓝滚在我的床上时 失去的痛觉神经终于恢复 白蓝仰着脖子欢欲尖叫 浮在他身上的 我的爱人 红着眼 将我因为失眠买的真丝枕头 塞在了他腰下 我爱你 间隙的声音被苏恒吞进嘴里 真讽刺啊 我一直到死还爱着的那个男人 却在我的血还未冷时 转头就和我的好友上了床 即使在生前 我已经对他们两人的关系有所怀疑 但还是没想到 现实竟然比想象的更加丑陋 我的爱人 此时正对着另一个人 随口诉说着我是为救赎的爱意 我那颗为他一往无前的心 原来如此不值钱 林雪他什么时候回来 完事后 他们躺在我的鹅绒毯子上 抽起烟 管他呢 他说爸妈找他有事 今晚不在家 原来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苏恒提起我的神情是那么厌烦 他甚至没想过 我和父母的关系早就因为他降到冰点 我又怎么会突然在大晚上去父母家 你什么时候离开他 不会真爱上他了吧 你可别忘了 从一开始 林雪他只是你游戏输掉后的赌约 看来他们早就认识 苏恒点起一根烟 灰落在纯白的床杆上 你想多了 白蓝躺在他臂弯里 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尖酸刻薄 也对 他现在精神越来越不好的原因 不就是你吗 是你亲手把这抑郁的药挪碎了 吓在他饮水机里的 是了 难怪我近来经常有喘不过气的感觉 难怪我对生活的感知越来越弱 难怪他总是让我多喝热水 原来从一开始 苏恒就是在利用我 踩着我的心往上爬 还打算过河拆桥 吃掉肉连骨头扎都不剩 而我的好友 也是始作俑者之一 我想扑上去撕掉俩人伪善的面皮 但我现在无法触碰到他们 白蓝下床 裹上我的衣服去浴室 灯被打开 传来一声惊恐的尖叫 苏恒冲进浴室 看见了跌倒在地上的白蓝 和赤裸的死在浴缸里的我 浴缸里已是一池血水 顺着钢壁流下来 染红了这240块白色瓷砖 男人只是愣了半晌 白蓝慌张地从地上爬起来 现在怎么办 我们先收拾一下 这是他自杀 我们只是看到了报警而已 苏恒冷漠地拿出手机 真会气 他最后看了一眼浸泡在血中的我 警察过来后 白蓝贡献了他毕生最佳演技 把一个来探望挚友 去目睹惨暗的悲痛闺蜜形象 演的活灵活现 苏恒只是站在一旁 低着头沉默不语 最后在几乎全网直播后视的氛围中 他留下了两滴提前准备的眼药水 小雪最近很敏感 总是担心我不回家 所以我带着白蓝 也就是他的好朋友 想来好好劝解他 没想到他竟然自杀了 这就是我的好男友 我曾经爱过的人 我恨 恨他也恨过去被爱遮住眼睛的自己 如果能重来 我必定会以牙还牙 把他从我这里榨取的筒筒收回来 社会渣子就该去蹲该蹲的地方 或许是因为怨念太重 我感觉眼前的世界开始扭转变形 一阵绚韵后重新睁开眼 我重生了 正好回到介绍白蓝和苏恒认识的饭局上 其实我自小就羡慕白蓝 他也是童星 小时候我们曾一起演过戏 后来他的父母想给他健康 不被打扰的成长环境 便将他送出国读书 毕业回国后 白蓝才继续开展演艺事业 我羡慕他总有选择权 但我妈却看不上读书有什么用 你看他现在有你火吗 白蓝也时常在我面前表达羡慕之情 开玩笑说要抱紧我这条大腿 上一世 只要是可以带人的剧组或者综艺 我都会拉上他 但这一世我绝不当这人打头 白蓝完热了 脱了外套 悠悠地剥着头发 香水位一阵一阵往这边飘 在台面上 他和苏恒并没有任何眼神接触 但在我能从落地窗的反射中 看到我好友的千千玉卒 和我男友的缠在一起 难舍难分 既然你们俩这么如交似漆 那我一定成全 复仇计划从重生立刻便有了雏形 苏恒除了最初和我恋爱的那段时间外 他并不爱回家 过去我为此忧心 但如今可是眼不见为尽 更何况他不在 我才能更好的实施计划 我拜托了徐琴姐 帮我查查饮水机里的问题 在重生前 我的魂魄可是清清楚楚地听见了 苏恒为了掌控我 在我的饮水机里下肢抑郁的药物 徐姐一拿到检测报告 就气得想立马找个道上的人 把苏恒套进麻袋里打一顿 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骂到最后 他以面红耳赤 把苏恒的个人行为 上升到了性别高度 我连忙拍了拍他的背 给他顺起 你怎么那么冷静 徐琴姐紧张地打量我的表情 生怕我是悲痛过度而装的无所谓 其实我早已痛彻心非过 现在不爱了 自然不会再为他流泪 我现在就把这男人的东西给扔出去 徐琴姐性格风风火火 撸起袖子就想开干 不急 我们先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拦住他 徐琴姐急得跳脚 你不会还要原谅这个狗男人吧 我把窗帘都拉开 阳光洒在脸上 暖洋洋的 放心 只把他扫地出门 可太便宜他了 我要他身败名裂 永远无法翻红 网上的舆论对我很不友好 作为对照组 同为同心出身的白蓝 在采访里表示 爱情远没有工作重要 我愿用三年桃花换一部好戏 白蓝对着镜头笑得灿烂 网友们 女孩们都跟白蓝学学 别学那个恋爱闹 先前我一直想不明白 白蓝究竟为什么那么恨我 不仅让苏恒强势般侵入我的生活 还背着我出轨偷情 如今看见那些在我形象受损后 与我解决的品牌方 纷纷找上他的形势 我已清楚过去的好友关系 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 我为这段虚假姐妹情而难过 但只有傻子才会原谅一个 给自己买了大批黑粉和黑热搜的人 白蓝和苏恒 我会让他们一起 从云端滚下来 我仍旧装作衣服苏恒的样子 乖乖地打电话 希望他早点回家 桌上的饭菜热了又热 当苏恒到家时 手里拿了一束路边标价十块的话 我穿着他喜欢的白丝睡衣 睫毛扑闪 特意将皮肤化的苍白 像陶瓷一样脆弱一碎 阿恒 为什么现在所有人都在骂我 在他们眼里 我就那么不堪吗 我精准地控制着眼泪低落的速度 以及哽咽抽气的频次 伤心欲绝 但不至于T四横流 天天在家里和他做戏 就当我沉浸式训练演技了 我让苏恒再次确信 我的身体核心里 都照着他的计划得了病 小雪不用在意他们 他让我把头枕在他的大腿上 抚摸着我的长发 你有我就好 我学着他的动作 摸着我们的狗 他们不会爱你 我爱你 我点了点头 顺便把鼻涕蹭到他新买的肌饭细衬衣上 衣领上还有没擦掉的口红印 和我熟悉的兰花香水味 苏恒皱了皱眉头 最近就别接工作了 我也是为你好 他说的观点堂皇 但实际原因我早听说了 因为他接到的采访 大多是关心我和他的感情问题 对他音乐不甚在意 于他而言 我失去的是工作 但他失去的可是个人关注度啊 我呸 那点关注度 还不是过去恋爱脑子我赠予的 但我只是垂下眼 软软的浮在他的怀里 好 我都听你的 你真的不接这些工作 许姐还是担心我被苏恒灌下迷魂汤 是啊 他脸色一白 我再也不想演这些戏了 上一世的我 无论在恋爱前还是后 连事业都不太上心 霸道总裁爱上我 旋转跳跃起个舞 总是这类玉女小白花角色 但经历了这回重生 我已经明白 把爱记拖到别人身上 实在是件可笑的事 爱自己才是最紧要的 现在凡制作稍有良的小白花剧本 都已抛弃了黑料缠身的我 正好成这个机会可以换的戏录 我让徐姐帮我约了著名导演老刘 我记得上一世 老刘就一直在筹备 怕对事业和形象有损都不敢接 最后还是到国外试镜了一个亚裔 才得以开拍 最后这个作品 在各大电影节大放异彩 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本子 这一世 我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只是刘导一开始还很迟疑 过去我国民闺女的形象太深入人心 完全无法想象 让我去扮演一个长期受到新虐待 换意于正后自杀的角色 直到看过了我的世系 刘导当场拍板定了我 不敢相信 你居然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演技进步那么多 镜头里 我像油画里熟透而腐烂的水果 浓艳又古怪 大概是一下开窍了吧 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我心里明白 艺术来源于生活 如果不是因为我体会过上一时的背叛 拿着每日208W的工资 肯定无法演绎出电影主角绝望 苏恒时常夜不归宿 自然没有注意到我早出晚归去工作的事 电影没有大肆宣传 只是按部就班的精心打磨着每一场戏 明面上 大家从热搜词条里 知道了白兰抢走了大部分原来属于我的资源 比如角色 比如综艺 在语气里掺杂着忧愁 我没事 阿恒就希望我多待在家里 当苏恒晚上抱着我时 我撒娇中带着小心翼翼 我不想出去工作了 阿恒养我一辈子好不好 苏恒笑着捏了捏我的脸 好 我明天要去参加综艺 这几天就不回来睡了 这个综艺我知道 白兰也会参加 也就是上一试 白兰特意把白苏糖点剪辑发给我的那综艺 那时我担心自己的男友不适应综艺拍摄 特意让我最好的朋友好好关照他 这一试 我更是亲自将他送到综艺现场 拉着导演拜托半天 希望他将白兰和苏恒放到一个组 我就把苏恒交给你了 我当着镜头的面 把苏恒推向了白兰 在我的刻意放纵下 他们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 上一试在节目里不同组 他们只能眉来眼去 但这回 白天两人肢体接触不断 好不容忍到晚上 他们直接避开镜头 去另外的酒店开了房 想要人不知 除非几末尾 很快就有狗仔拍到了 他俩戴着口罩帽子 撇开各自经纪人 分别独自走进同一家酒店的视频 八卦新闻一出 虽然有节目CP粉 在超话里欢天喜地 但绝大多数粉丝 很快就组织好了空庭话术 进同一家酒店 就能空口变料了吗 现在狗仔冲业绩 怎么那么无底线 众所周知 苏恒是林雪的男朋友 林雪和白兰是闺蜜 可别把关系搞错了 笑话 我们白兰是有事业心的白富美 怎么可能看上的地下 rapper 面对网上铺天盖地的舆论八卦 一弯绞尽脑汁时 苏恒非奔回家来见我 这大概是他成名后 第一次归心思见 那些爆料都是假的 有人想害我 你信我 对吗 我觉得可笑 如果那是假的 他为什么不第一时间 在网上发声做澄清呢 啊哼 你真的还爱我吗 我只有你了 演过那么多小白花 这下可真是专业对口 我穿着小白裙 沉浸式地演起戏来 哭得若柳扶风 好一个为爱吃狂的人 任谁看了 都会骂我一句恋爱脑 苏恒正式拿捏了我这点 特意赶回来试探我的态度 他现在还不能把我一脚踢开 大众虽然对我恨铁不成钢 但不管是话题度还是关注度 我都远超于他 你放心 我马上回去找律师告他们 他信誓旦旦地在我面前发了试 苏恒立刻在我面前上网发了长文 通知无良媒体捕风捉影 还特意发了律师函以表证事 可惜 他发给了我的人 言辞锋利或许是能唬住 其他想炸一大笔钱的小家鱼记 却吓不到我找来的大摄狗仔 他特意避开我 借口去阳台吸烟 好去和公司打电话 断断续续的 我捕捉到几个水军 营销的字眼 没多久 白蓝也转发了他的微博 轻者自轻 我觉得娱乐圈第一小白脸的称号 应该给他才对 我刷一刷网上评论 果然舆论转了向 白蓝和苏恒的粉丝 纷纷摸到爆料人的微博下 要求道歉 我看时机成熟 成了苏恒还没打完电话 甩出了一个视频 把所有人打得措手不及 这完全是个重磅炸弹 那视频锤到哪种地步呢 粉丝甚至无法用 只是同一家酒店 根本不能证明 两人进同一间房的话术来洗白 因为狗仔几乎就是趴在 他们酒店房间对门的猫眼上拍的 从两人猴急的在门外纠缠 到边脱衣服 并进房门的完整过程 都被一刀不剪的放了出来 我去 这家狗仔是真能处 惹毛了真放锤 今天大反转啊 我就说现在出新闻 不能立马站边吧 白蓝可真白脸啊 闺蜜的男朋友下得去手 林雪也太惨了 男友和闺蜜背着他滚到一起去了 房间外传来一声巨响 听的是什么东西被砸在了地上 我哪里会知道他怎么知道 我们订的酒店是哪间的 苏恒压低了声音 像是和谁争辩着什么 那头女人的尖叫声 我都能隐隐约约听见 是啊 为什么狗仔能精确定位到 他们私会的酒店房间 当然是因为这人 是我提前预备好的 这只能怪苏恒这个抠男 和女人开房用的都是我以前给她的信用卡 我自然是能查到她的动向 在雷神之锤下 苏恒和白蓝坐实了出轨的事实 现在绝大部分舆论都在心疼我 如今 我所有的黑点都和这个男人有关 自然绝大多数人在苏恒对爆丑闻后 都希望我实现恋爱脑觉醒 非T渣男 全打白脸的套路 如果我在此刻反咬一口 他好不容易攒起来的人气 就会瞬间化作泡沫 苏恒也明白这个关节 赶紧过来哄我 他双眼通哄 我知道这回他是真的急了 小雪 你要原谅我 是白蓝他引诱我 他知道此刻最重要的是抓牢我 于是果断抛弃了白蓝 他一直嫉妒你 比他成绩好 所以来勾引我 可苏恒并不知道 在我发出消息 让苏情节给狗仔指示时 我就让他不小心给白蓝透了消息 我特意留了门 正好让他亲耳听到苏恒在颠倒黑白 苏恒你没良心 白蓝尖叫着扑向苏恒 平日里照顾精致的长指甲 毫不客气地招呼在了男人脸上 蜂魔的模样 哪有半点平日里高雅仙女的样子 苏恒摸着被他挠出血痕的脸 反手就给白蓝一巴掌 我被他撞开 亮相了两步 精确地将头磕到了墙上 翻个白眼晕倒在地 即使赶来的苏姐 赶忙把我送进医院 蹲在我公寓外直播的狗仔们 又收获了一条爆炸性新闻 梁小花为爱大打出手 苏恒会选谁 满意了 徐清洁把手机从我手里夺走 强迫我喝药 这就是你想的苦肉计 无微不至的关心 我知道白蓝看到后会不甘心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 一定会有动作 而苏恒因为我借口 生理期诉了好几天 到时候天雷勾动地火 下半生肯定忍不住 苏姐已经和那家狗仔 达成了长期合作协议 酒店门口和家门口的人 都是我安排的 是啊 人们都会先同情落者 白蓝也没有他表面 那么淡薄明令 我们就等着 看他们狗咬狗 白蓝果然没有辜负 我对他的期待 苏恒想把锅扔给他一个人 说自己是被勾引的 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白蓝立马发文 甩出和苏恒的电话录音 原本都不是良善之人 从苏恒和我在一起后 又不禁聊的和他滚到一处去后 白蓝也留了个心眼 在他的电话录音里 苏恒显然对他没有太多防备 从一开始我爱上他 之后向他吐槽我太年人 又一直刷我信用卡的事 统统都被曝光了出来 两人直接在微博上撕破脸皮 甚至白蓝的经纪人开了直播 话里话外地讽刺 苏恒私下吃两边软饭的可耻行径 除了两家粉丝大跌眼镜 网友们都变成了 瓜田里上窗下跳的茶 搞半天 原来是林雪保养的小白脸啊 妹妹赶紧踹掉这种渣男 不值得 类似的言论数不胜数 我没有上线 但狗仔称直地发出一张 我抱着苏姐流泪的照片 把同时被爱人和朋友背叛 而伤心欲绝的形象 表现得淋漓尽致 苏恒大概是慌了 一刻不停地给我发消息打电话 我直接关机 遭遇过的一切冷嘲热讽 也让他们统统经历一遍 没想到的是 我和苏姐都突然收到了几条私信 我这才知道 苏恒玩得有多大 踢腿和下药 原来只是饿得冰山一角 我把发私信的女孩们约出来 她们年纪轻轻 却满眼怨愤 根据她们所说 我逐渐拼凑出事件的原委 原来苏恒在有名气后 把巡演开到了全国各地 没想到的是 这竟然方便了她行龌龊之事 她从那些在网上晒过她现场 认证过粉丝的社交网络账号里 挑选出有暴躁的美女粉丝 然后以挑选MV女主角为由 请她们来试镜 但实际上 是引诱那些 对她有幻想和滤镜的小女孩 让她们误认为这是矮 就和我当初一样 苏恒扑偶她们 让她们心甘情愿做她的地下情人 小云坐在我对面 捧着热咖啡 但眼睛里却喷着火 她说 你有抑郁症 每天都在用死来威胁她 她快透不过气了 只有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快乐 她当时信了 即使知道苏恒明面上的女友是我 但还是心甘情愿地 做她的地下情人 小云和我过去一样 觉得自己的爱是干净的 伟大的 就熟的 但实际上 苏恒有我 有白蓝 有小云 还有好多小女友 她沉溺于自己的国王游戏 这样的平衡一直维持到 白蓝和她在社交网络上撕破脸 小云一下就明白 原来一直以来 她都只是苏恒鱼堂里的一条鱼 为什么不找她对质 为什么找上我 我气得牙齿打颤 我看到新闻后 就给她打电话发消息 小云看我的时候 还有些不自在 她很快就翻脸了 我尝试过发帖 但我们这种普通人发的帖子 很快就被删掉 就算被看到了 网友也只骂我不自爱 因为我失了身 是我自己送上门的 我的血液像是冻住了 就跟当初死后化作魂魄 听了苏恒对我的算计时一样 好恶心 我把胃里的咖啡都吐干净了 这男人怎么能烂到这种地步 女孩只是一步踏错 我答应了小云帮忙 看到她就像看到上一世的我 绝望 无力 无人相信 陆陆续续的 有更多人联系上了我 他们都想让苏恒付出代价 苏恒不知从哪听到了风声 有天一个女孩给我打来电话 那头却传来我熟悉的沙哑嗓音 林雪 是我小瞧你了 好歹也睡过 用得着这么赶尽杀绝吗 撕掉脸皮后 她不再装着后悔不已的真诚样 每一句话都发着狠 像咬着腮帮子一样 你干过的事 必须要付出代价 你不值得我的爱 我挂了电话 重生一次 我早就不是上一世那个 微微缩缩的林雪 爱应该是勇气 而不是枷锁 但我还是低估了她 呃 原来真的没有底线 等我在片场收了工 天以大案 告别了徐姐 我坐上保姆车 准备去趟公司 今天司机小明 突然戴了一顶鸭舌帽 我觉得有些奇怪 但也没多问 闭目养神时 手机里收到了几张图 和一条信息 图上是我熟悉的背景 我的卧室 我的床 主人公是我和苏衡 高清五马 信息来自于小云 姐 我突然想起 扣男之前为了蹭我买的梯子 在我这里登过一个账号 今天我登上去 发现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图 那人渣不知道 还会做出什么事来 你小心点 我精神一震 拨通徐姐电话 姐你快去我家 我怀疑苏衡在我卧室里 安装针孔摄像头 车子突然紧急刹车 手机没拿稳飞到了前排 司机座位上的人 愣掉了电话 熟练的翻看 我和小云的聊天记录 鸭舌貌下是那张 我恨透了的脸 我本来 只是想来问问你为什么 会突然对我起一心 看能不能求你放我一马 苏衡宁笑着 现在看来 你手里已经有了 我的所有把柄 林雪 只要你没了 他们就不会翻出太大的浪 他把我带去了 一个废弃的工厂 看样子 在他没有了我和白蓝的包养后 日子混得的确很糟糕 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的 酒瓶和烟头 苏衡把我丢在地上 玻璃碎片划破了我的手 我被他绑了手脚 侧躺在地上 你说 我把你衣服包了 赤身裸体的挂在这里 等我出国后 再找人报警 到时候网友们的反应 是不是更精彩 哈哈 现在是冬天 室外晚上将近零度 苏衡一边幻想着他 给我预设的结局 一边收拾自己 已经为数不多的东西 因为我他得到了一切 也因为我他失去了一切 好不容易看到我 求天天不应 求弟弟不灵的样子 苏衡解气急了 我装作害怕的 全身颤抖的样子 背后紧紧握住 腕上的手链 亏得徐姐谨慎 在我和苏衡撕破脸后 他一直害怕 这个疯子会找机会报复我 便买了一个 被特意组装过的手链 看着没有手表 那么容易承载高科技物品 实际上置入了定位芯片 车上那通移 尖叫结束的通话 势必能引起徐姐的警惕 在他去了我的卧室 找到那些针孔摄像头后 徐姐一定会用非官方手段 快速找到我 就在苏衡打算撕开我的衣服 废就工厂大门被人踢开 该死 脚步声从下面响起 苏衡把我丢下 慌不择路逃跑 走之前 还不忘那把刀 狠狠捅了我一把 虽然在我的反抗下 刀没能捅到我的要害处 但我还是没能清醒地支撑到 徐姐把我送到医院 我昏睡了一天一夜 终于醒来 就看见了正焦急跳脚的徐姐 那天他赶到我的卧室里 四处翻掌 终于从床对面柜子上的花束里 找出了那个小小的摄像头 这个王八蛋 徐姐气地骂他祖宗 我们原本打算报警的 可现在怎么办 他现在就拿这东西威胁你 男人一向懂得 如何摧毁一个女人 苏衡当天晚上逃了 他不可能善罢甘休 他想用裸照拿捏住我 让羞耻感永远地封住我的口 果然 苏衡将一张图卖给了营销号 在大晚上 我被徐姐夺命连环靠叫醒时 网上已经扑天带地的 都是我的八卦新闻 就算苏衡只是想先给我一个下马威 尺度并没有太出格 但这般私密的照片流传过广 始终对于女人来说 不是什么好事 父母再次打电话来骂了我一顿 除了骂我丢脸 没说半句关心我的话 现在我们怎么办 还好我有徐姐一直在身边 就在我和她 怎么都想不出这个局面的破解之法时 我收到了刘岛剪好的预告片 说来也是强 这部片子里 我突破了自我 为了艺术效果 有好几处大尺度的画面 但效果都不错 我突然意识到 现在被苏衡用裸罩拿捏住 其实是被自己的想法所禁锢 我们的传统教育告诉女孩 要守身如玉 这才是爱自己 但实际上 这种爱是存在着隐形的歧视和偏见 它让女孩变得脆弱 让有坏心思的人承虚而入 伤人又不用受苛责 受害者却要痛苦一生 但不是这样的 贞结不在于那层膜 更不在于身上那块布 爱不仅仅是奉献和牺牲 更是勇气和自我和解 小云坐在我的病床前削水果 我突然灵光乍现 想不想让苏衡跌得更狠一点 苏衡以为 我会在意所谓的育女形象 会对她手上的裸罩有忌惮 让她失望了 我把所有的录音 房间里的摄像头 还有一开始下了 要的饮水机水质样本 都交给了警方 正是提起了起诉 我不按套路出牌 让苏衡一时乱了阵脚 网上又突然出现了一个新号 自称是被苏衡骗了感情 把苏衡平日里哄她和其他女孩的话 转账记录 开房记录都发在了网上 营销后我早就安排好了 瞬间就把热度顶到了最高 苏衡想去找发帖的人 但小云早就被我藏好了 软饭男连开房的钱都是女人出的 也就只会拿偷拍的东西出来威胁人 这小姑娘脾气上来了 骂人贼带劲 偷拍算什么本事 我看你是不太行 才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事 被小云这么一闹 软饭男的帽子 已经汗死在苏衡头上摘不下来了 细思极恐 苏衡是不是时间太短 所以才要拍下来回味啊 哦 好恶心 本来只是吃出鬼瓜的 没想到是烂人在养鱼 那些原本拿来要挟的东西 现在都成了他犯罪的铁证 网上风向渐渐变了 从纯粹的娱乐事件 上升到了女德的讨论上 到底什么才是羞愧 什么才是品行不端 勇敢者愿意站出来揭露伤疤 而卑劣者只敢在暗处做小动作 我把染着我的血 和苏衡指纹的水果刀一起公之于众 在事发后 第一次在网上公开发声 永远不要拿别人的错惩戒自己 我公开告苏衡故意伤人罪 这位原本只是对渣男 进行道德谴责的舆论 再加一把火 往往在因感情而遭受的暴力中 男人因为一句感情纠纷 便可以通过接受调解而脱身 但女人受到的伤 可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刘导带着整个剧组公开表示支持我 电影提前上映 不少人出影院时都哭红了眼 本身制作精良 加上女性话题加持下 这部电影跳房口碑双丰收 在年末的各大颁奖礼上 电影斩获了不少奖项 我也收获了好几个奖杯 等我上台领完奖下来 徐姐告诉我苏衡被抓了进去 她被官媒点名批评 付出无望 白兰在纷扰中退圈 她的父母一直给她留了后路 听说她在出国前 一直想找我道歉 我没理 她在我孤独时想着翘我墙脚 落难时买通稿拉财我 在我与渣男抗争时沉默不语 那么 现在这众叛亲离的结局是她应得的 我不会再主动找她麻烦 但也不会心软 今年第二个年度最佳艺人奖 苏姐拿着奖杯 嘖嘖感叹 要是放在几个月前 我肯定不相信 现在我的名气 竟然比过去更小了 从国民妹妹 叛逆少女 堕落颓废到绝地反杀 大家都见证了我的成长 戏称我是真养成戏 还有什么比美女回头是岸 手撕绿茶 再踹死渣男这样的现实戏码 更让人津津乐道的呢 往日里和白兰要好的人 纷纷和她划清界限 甚至牵扯出 她曾经撩骚其他女艺人 男朋友的刮出来 微博广场上 粉丝在线转黑 托粉小作文 写的一个笔个狠 没有观众缘的女艺人 接不到戏 品牌商纷纷解约 要求赔偿 听说白兰的父母 为她赔了巨额赔偿金 之后就接到国外 却不打算再回国 苏恒成了圈内 用来敲打男艺人的典型 告诫他们 气无滥用真情 我拿着最初 送去检验的 饮水机内水质样本 去监狱探望她 苏恒这才知道 我从多早之前 就开始给她挖这个坑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难道就要一辈子 待在地狱吗 她面色蜡黄 两颊凹陷 死死地扒着铁蓝窗那头 是 我终于不必在她眼前演戏了 笑得十分畅快 上一世的冤仇 终于亲手了结 小云和我成了朋友 前段时间交了新男友 还一起请我吃了顿饭 公司拿着续约合同找上门 一同来的 还有许久不见的爸妈 看来 在他们口中 我又不再是个赔钱货 我坚持不续约 带着苏姐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从此 我只拍自己想拍的角色 无所谓咖位 会和喜欢的人谈恋爱 但绝不投注一切 爱人的基础是爱自己 谁也不是谁的救赎 全文完